音乐 音乐 我是马来西亚乔生 我来自马来西亚学来的一周 目前就读国内评统科技大学 木材科学与设计系 木材科学设计系 主要分成三大类 有家具室内设计与木材科学 家具就包含 家具木工手作 家具设计与制作 还有三根绘图 而室内设计的话 大部分主要着重在电脑绘图与模型制作 电脑绘图就分成片片图 立体图还有渲染图 木材科学的话就 多注重于人工板材 木材鉴别 还有木肺要再利用的研究等课程 我们除了平时的课业 在大山下也有一个校外实习的课程 就是让我们去累积经验 我会分发到高雄的一间游艇公司 在游艇上面做装潢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的部门就主要负责是 天花板的制作 然后还有墙面的制作 关于游艇的天花板上的那些架构 还有外层的布皮等装饰 然后这次的实习 让我学到的东西 就是可以去参观一下 校外那些企业的真正的样子 跟学校工厂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校外的企业的运作模式 都会比较类似量产 就是会分很细 就是很多部门这样 不会很像一个人从头做到尾 还是有很多部门一起分工合作 去完成一件作品 类似这样的感觉 这门科系以后会来出入有家具厂 室内设计公司 室内装潢 或者是木材科学研究相关的公司 而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家具类 就是以后想要成立一间 家具工作坊 从设计到生产 到量产的整套路程 都是亲自去下手 这科系最大的挑战是 大师的毕业专题 而我这次的主题是 油木家具设计 它的名字是Pack&Go 我们是一套油木家具 给使用者可以方便携带 收纳空间小 可以到处走的一个 一桌两颖的家具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快拆快组装 它的主要结构是以原棒穿插 结合插销去做固定 所以桌子里直的所有零件都是可以拆解 方便收纳 事情 然后 澳大师 都有 简直完 毕丑 我们 打来 报告 空 由